如果再找不到水的话 我们全都会死 我想起来了 神仙不是可以 过风换雨的吗 如果他真是神仙 我就是玉皇大帝了 听着和尚轻蔑的话语 男人立马掏出了符纸 随后用口水做墨汁 决定好好地露一手 没想到符纸刚化好 天空竟然真的下气雨来 男人骄傲地仰起头 沉浸在大雨的滋润中 谁知这竟是和尚的恶作剧 和尚刚想嘲笑他几句 却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直接跳下石头 朝着远处的沙漠狂奔而去 几人一头雾水地跑过去 可眼前的景象 却让人大吃一惊